大家好,我是南范范,今天做一道芥辣蒜蓉虾 这辆虾真的非常好吃,一定要试一下 现在的虾比前段时间便宜好多了,首先把它清洗干净 以后把这个虾煎的部位剪掉,把里面的虾能挤出来 顺带把这个虾线一起扯出来 这虾这样就处理好了,非常简单 要用后备开的,这样方便入味 切好后放一点盐,淀粉,还有一些米酒 把它搅拌均匀 现在来做一个调料,碗中放一些芥末 生抽 蚝油 和一点点白糖 把它搅拌均匀,这样一个姜料就做好了 锅中放一些油 油油耗放入虾 大火把它炒一下 把虾炒去变成后,放入蒜油和洋葱蜜 接着翻炒 帮助至下,放即将锅中的主意 一用红椒鱼,加入一些红椒粒 接着翻炒一下 帮助提前调好的料汁 放入鸡油耳朵 接着翻炒几下 帮助提前调好的料汁 放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哇真的好香啊 这样就差不多了 全程大概1分多2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然后放一些葱花 接着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就可以了出锅 这样一道做法非常简单又好吃的 鸡腊蒜油虾就做好了 一定要试一下真的非常好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